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生活也是迫于无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星艺人 开始接受一些低端的商业演出 那些建材市场已经成为明星的新据点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娱乐媒体报道 某某女演员在街上唱歌等此类新闻 除了不同的商业演出 一些规模较小的地方电视台也邀请他们来客串 多年来相对比较火的女演员龚岳飞 现在虽然已经过时了 但仍然混在这个圈子里 他还被媒体拍到作为活动现场嘉宾 参加安徽当地一档电视节目 穿着浅色的一套透视装 里面穿的内衣几乎也都一眼看光 但对于他来说 这么多年下来 这样一件连衣裙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至于去一个小地方演出 也可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看来明星试吃青春饭这句话没有一点错 但想要真正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还是要靠自身的实力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